大家好,這就是當治主學習遇上翻轉課堂的分享 我就是識識完主辦可語中學期可語小學的尼君雄副校長 今天我們有四大目標 第一個目標,希望認識甚麼叫做翻轉課堂 第二個目標,希望認識用了翻轉課堂的好處 第三個目標,就是了解我們可語如何推行這個翻轉課堂 最後,就明白推行時可能遇到甚麼困難 首先,認識甚麼叫翻轉課堂和用了翻轉課堂的好處 大家不需要擔心 已經在這個QR Code 段片中已經有了 這段QR Code 的片 只要大家用手機照著這個QR Code,就可以看到相關的片段 而這段片段都是我拍的,沒有版權 好了,去到我們今天的氣肉 究竟可以怎樣推行翻轉課堂呢 首先,當我們講解這件事之前 我們必須要了解可語的背景 可語是一條一條龍的學校,在東沖區 推行自主學習的經驗就多過三年了 亦都是香港第一批推行自主學習的學校 至於推行翻轉課堂的經驗,大概是年多兩年左右 好了,究竟我們怎樣推翻轉課堂呢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時間圖 大家會見到 我們在1314年已經開始一個預備階段 當時電腦科、物理科都有試行 當時的影片很幼亂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QR Code 就可以看到當時電腦科的影片 我們現在兩科試,試完之後 就膽粗粗在校務會議中介紹給其他同事 亦告訴他們怎樣使用 有些科目聽到之後 覺得好像可以 在1415年,我們開始製造一個圓形階段 在1414年,我們會更加舉行一個工作坊 當時大規模一點 每一科都要派出一至兩位代表 去上這個workshop,去考慮一些計劃 去到今年 我們就是一個大規模的測試階段 每一科都需要在指定的級別 或者去自己選的級別裏面 試行這個翻轉課堂 然後科組之間我們就會有些交流 去到來年 我們計劃就是 應該每一科大家自己有個想法 對於推展翻轉課堂 他們應該可以互相去到分享 甚至乎去到科組員之間的推廣 希望我們全校都了解到這件事 亦都在適當時用到這件事 這就是我們的timeline 其實我們做了些甚麼呢 我只是拿了今年的一些例子 以往那些我就沒有拿到 拿今年的例子 看看我們中四經濟科 大家會見到其實我都會用一些自學提綱 或者有些學校叫做自主學習工作址 無論怎樣都好 都是要學生預先去做的 然後經濟科裏面就在YouTube找到一段片 這段片就是無線電視比賽台的 他拍的一套特輯 講北韓的 接著就叫學生看完這段片之後 就答一條問題 就是在北韓 政府有沒有分配物品 如果有的是包括甚麼 很簡單運用了 整份工作址 有用書那部分 亦都有用片這部分 這就是中四經濟科 好 接著是中二的中文科 中二的中文科 你會見到其實 這就是他們說一些文言文 其實他們很有趣的 中二中文科的段片在哪裏 就是這裏 我亦都放上YouTube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 整個片是沒有老師去拍的 用公仔去代表 用老師的聲音演繹 所以你會見到 這裏特別 開啟了聲音演繹 其實你會見到 都是比較一題 一題 賣碳翁 這裏 究竟語言是甚麼意思 其實都是一題 這就是中文科 好 接著 物理科 物理科 我初步講講 如果當日你在這個 分享會的話 其實我們物理科的科書 已經很詳細講 大約物理科也是 拍了片 那些片也都放在這裏 那些片也都放在這裏 接著 整份自主學習工作址 學生需要回家做完 整份自主學習工作址 都會和那段片相關 回來 對答案都少了 基本上 再給一些深入的題目去討論 這就是中四物理科的情況 好了 中一電腦科 同樣 中一電腦科的段片 都是放在這裏 大家可以用QR Code scan 然後你見到中一電腦科 中一英文科 他就會看完段片之後 就回答一、兩條很簡單的問題 但是 有甚麼特別地方呢 特別是特別在 這套片不是老師拍 亦都不是坊間的片 是學生自己拍的 當時老師和我談的時候 有個概念就是 因為他想照顧學習差異 有些可能我們是非華語的同學 他們英文本身很厲害 其實可能對看這些是比較 他覺得沒甚麼用的 他想他也不要浪費了學習時間 所以他就叫一些 比較英文能力的同學 就拍這些片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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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概進程是 現在其實我們的片來源有幾方面 譬如現成的片 可能是坊間別人其他學校 或者是網上找到的片 你見到經濟、數學、法學都會這樣用 老師拍的片 譬如 即使出樣不出樣也好 譬如中文、物理、電腦科都會用這些做法 甚至乎我們走到學生製作 英文科會這樣做 當到自學提供 或者預習的比重是多少 有些科目是慢一點 或者沒有那麼進取 譬如中文、經濟科其實是一題 整份大概是四、五題 去佔一題 有些科目是多於一題 但也未必是全部 但物理科、電腦科 就會是整份課堂 真是課堂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這段片就是我剛才說的 我們的中一同學 英文科自己拍的片 其實我中一大概是120人左右 其實你見到 這段片應該出街 我現在拍這段片 和這段學生片出街的期 大概是一個星期左右 已經有218人次去看了 即是說我保守估計 差不多一個同學看兩次 差不多一個同學看兩次 其實都 其實你見到反應都不錯 好了 至於我自己 我自己的頻道 裡面大概有70段片 不過大家不要忘記 我可能有些是 我要做宣傳片 即是宣傳電子學習等等的片 大概教學片我估計五十多段 就是在這二十八天 即一個月裡面 大概觀看次數是六百六十七次 而分鐘大概是五百一十四分鐘 如果我平均除下來的話 我當有六十段片 大概有十 每一段片有十個人看 然後 接著觀看時間 你想想如果有十個人看的話 其實都很多時間 我的頻道年多兩年左右 大概觀看次數就是五千二百八十六 我教的班別不多 大家記住 其實這個數字都挺鼓舞 但我不算一個多產的 因為我本身 我教級別分散得很散 譬如我中一中二 每班教一班 我就已經有兩套不同的片 但你會見到 我們的物理科主任 張景行老師 我猜中四、中五、中六的物理科 知識都在上面 七十七段片 你會見到 其實我們的片量也開始多 當然 這些片不是今年才爆出來的 是我們一直累積出來的 這就是我們的學口進行 好像很簡單 好像很容易 究竟其實有甚麼困難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要想 怎樣吸引到你的老師試行 記住 老師很忙 這個經常都是我們掛在嘴邊 跟別人當然說 老師很忙 我們會衡量 究竟這件事如果沒有成果的話 其實我們未必會去試 所以第一件事 你必須要讓到 你的老師 是見到一些成果的 才會去試行 所以為甚麼我們學校就是 電腦科先行 因為電腦科本身 我自己教電腦 我一定要做 另外就是電腦科 也確實在課程上是挺配合的 好了 當你吸引了他們 他們可能試 可能不試 但你起碼都要點出 你這幾個一定要試 試完之後可能要分享等等 你怎樣選擇這些先頭部隊呢 有些人會說 我會選擇年輕的那些 但我自己就有個看法 首先我會分三類型的人 第一類型 他是肯做的 他肯做甚麼意思呢 譬如張敬堂老師年輕 他有想事 這些一定要找他進來 第二類型的人就是 他有些權威 譬如說 他是科主任 又或者是教學一向都很好 第三類型是甚麼人呢 一些平時不肯動的人 特別是可能 沒有年齡其事 可能有些同工已經教學很多年 二十幾三十年經驗 他本身只存了一個很好的方法 他未必肯試其他東西 一般來說 如果找到這些人試 就更加好 我就是這樣選擇這些先頭部隊 當如果其他人 你一些已經準備好的人去試 其實是幫到你去做宣傳 幫到你教其他同工 有權威的人去試 其他人跟的機會會大些 最後 連別人認為他不會試 都會試到 那大家就會覺得 這件事真的要做 這裏我分三部曲 找些先頭部隊 當然整個配合又要很重要 另外一個問題 大家都肯試了 找了人 但那個紅溝 在電腦技術上的紅溝 怎麼解決呢 有些人可能跟我說 我不會拍片的 我不會甚麼甚麼的 有些人可能很厲害 就這樣拿著相機 好像歐佛 說一下這些 我們怎樣去處理呢 我們作為推行的人 就應該要制定不同的策略 不同的方法 我記得當時做學校workshop的時候 大概我想了三四個方法 都做到反轉課堂的片 讓他們選擇 而我們圍拿一些先頭部隊 要懂得這三四個功能 技巧 教同工 這就是我們學校的推行 推行時候的想法 實際操控時 有很多同工都問 沒有學生看的 可遇有 我們未必有 是的 但你要記住一件事 他有沒有看 還有我知不知道他有沒有看 其實重不重要呢 記住我們不是想去看片 其實我們想去懂得做自學題綱 我是早期自主學習沒有看片 純粹是看筆記書 其實沒有問題的 如果學生能夠掌握到這個概念 其實他做了自學題綱是沒有問題的 但為什麼我們要推翻轉課堂呢 正正是因為可能有些學生掌握不到 所以其實他看不看沒有問題 最重要是有個自學題綱回來討論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會不會增加工作時間 如果你覺得自主學習是更加功課時間的話 我們推翻轉課堂的時候 只是相同的 因為其實小朋友回家自學題綱的時候 他都要花時間去看筆記書 現在只是不用筆記不用書 用另一個媒體片去做 所以這件事未必是因為翻轉課堂 反而可能自主學習上我們要微調 配合怎樣讓到功課量沒有那麼多 這就是實際上的操作 好了 那我們下一步呢 下一步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是不是就這樣結束呢 當然不是啦 我們期望有三輪互助的效果出來的 自主學習掌握到學生培養到的態度 跟著之後 翻轉課堂和電子學習 互相去到配合 互相去到配合 讓到可以是達成一個效果就是 咦 行了 我們自主學習推得快些 又可以用到翻轉課堂 和電子學習 處理到學習差異等等 我們長遠就希望將這三個 互相配合做好 當然啦 我未做我就不敢說 做就不敢說 其實我已經試了 今年裡面其實 這樣的模式下 我自己試了一堂 也拍了影片 另外我的童工也試了不少堂 他還試得多過我的 但那些就沒有拍片 如果大家想看這段片的話 就可以去這個QR Code 那我就整個課堂 45分鐘課堂 就原本本展示給大家 大家如果不滿的話 可以真的看完 好了 最後 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 翻轉課堂上 不是拍片 其實拍片這個是不重要的 如果很多同工 或者你的同事告訴你 我不會拍片所以不做這件事 其實不是說得通的 因為其實翻轉課堂是一個 教學模式的轉變 並不是關於拍片 所以大家要謹記這件事 好了 最後 我的頻道 裡面有很多電腦科 或者我的一些 Whatshop 的影片 另外就是張經老師 物理科的影片 大家都可以去到分享 當然 也歡迎訂閱 好了 我今天的分享 是這麼多